欢迎大家收看环宇首期, 我们昨天上一集提及到墨西哥新发现神秘古城, 这神秘古城有甚麽跟其他古城相近呢? 当然有金字塔,但金字塔的形式跟埃及金字塔的形式有少少不同, 它是所谓阶梯形,它有些部份建造相当宏伟, 可以比美埃及的古金字塔,但有梯级的一路走上去, 还有它是平顶的,它没有像埃及的金字塔那样有一个尖顶, 这个平顶我相信最具体的意义就是祭司, 我相信祭司应该同时间是一个王族来的, 它就可以走上去做一个祭祀, 关于这个南美中南美洲的金字塔, 其实有相当多的一些共同点在这里, 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 它们会和一些天象有关, 比如举个例子这些天象有关的, 我们怎样看到呢?很简单的就是, 到某一些时间,这个金星, 这个Venus, 就在上空上面, 我们看得很清楚的, 很多这些建筑的情况, 在不同的古代建筑物, 特别是宗教而想的, 都是和天体有关的, 比如英国的石阵也是, 但是这些祭祀,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它祭祀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是什么的神, 和这些具体的宗教意义是怎样的, 我们都是靠它去估计的, 除了这件事之外, 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这些金字塔下面, 我讲中南美洲的金字塔下面, 其实有一些古墓在这里, 我们上一集提过, 这个帕兰夫, 帕兰克, 它下面原来就有一个皇, 应该是皇帝的一个古墓在里面, 这个也可以对照金字塔, 比如说在埃革的金字塔本身, 都是现在怀疑它是一个棺材, 是安装了一个法老王, 和他的皇后的尸体在里面, 穆乃伊当然是, 但是很可惜到现在, 我们都在埃及的金字塔里面, 我们都找不到那个穆乃伊, 即是皇帝和法老王, 和法老王后的穆乃伊在里面, 但是在这个中南美洲里面, 我们就找到了, 所以这个基日金字塔下面, 应该是一个官务, 官务本身有特别什么地方呢? 昨天我们上一集我们有提过, 就是无论在中国古代, 古代在中国, 以至中南美洲的马族, 他们都是拜玉的,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金柳玉伊, 这些劝君获释金柳伊, 劝君释取少年时, 所以换金柳的伊, 这些古代作为一个陪葬, 是相当普遍的, 中国的金柳玉伊是怎样呢? 就是将这些肉串起来, 就包住了个人, 有点像那些穆乃伊的做法, 在这个帕兰奎的古墓里面, 反而很有趣的地方, 跟这个中国古代的金柳玉伊很相似, 又是全身包住绿色的肉, 这个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 就是那个马亚族和中国的古代, 那个肉的崇拜, 应该是相通的地方, 这个是第一件事, 换言之就是那个祭祀本身, 就是一个平顶的金字塔和这些坟墓, 这个就是中南美洲金字塔的特点, 但是这个平顶的金字塔, 大家还可以有一个联想的, 就是大家会看回在譬如美国的一元纸上面, 背后也有个金字塔的一个设计在这里, 也是摸了顶,摸了顶之上面有一个符号在这里,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这个中南美洲金字塔也很近似, 所谓传说朱翁的共济会的符号在这里, 这代表了什么呢, 有些就有很多猜测在这里, 譬如其中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大家现在认为很荒谬的是什么呢, 就是譬如在这些中南美洲里面, 他们的挑剔一个祭司或者皇帝, 他坐着一个椅子之类的物体,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这里, 就看着一个空间, 有些就形容为原来他坐着一个太空船, 就是想离开的, 当然我们今天就觉得这件事匪夷所思, 原来很简单就是因为, 你如果没有文字的解释, 大家都会觉得就是, 这些这样的复会, 穿着复会是很容易的, 你很难完全否定了它, 但是你如果证实, 又没有足够的证据, 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的而且这些金字塔的附近, 就是说中南美洲附近, 其实都出现了一些不如非有物体的现象, 我留在将来再讲, 但是这些金字塔的建筑物,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 它们有跟这些天体的现象, 是连结在一起, 甚至有些人认为, 就是它跟一些能量的点, 是有关的, 就是在这些地方去做一些祭祀, 或者做一些祈祷, 是可能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效果在这里, 但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这些中南美洲的建筑物, 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它们有很丰富的建筑学的知识在这里, 比如刚才我们讲的, 要跟天体的运作, 要有一定的关系在这里, 另外一件事就是, 比如有一个金字塔的这些庙, 它到这个夏至的时候, 它们会出现了一些特色在这里, 就是它在街梯上面, 那个阳光的照射, 会变成了一条蛇在这里, 也都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个也连结回, 就是它们在这个中南美洲, 其实它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信仰, 就是它们拜所谓的那个有羽毛的蛇, 有羽毛的蛇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也都对应我们昨天所讲的 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极可能在我们中国认为的龙的物体里, 当然我们今天都不相信有龙这个物体, 相信就是这些古代的民族, 它们有某种的图腾, 它们将几样东西夹在一起, 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 为什么中南美洲它们有这个所谓有羽毛的蛇, 这个物体和这个中国古代的龙本身, 似乎有某种的联系呢, 这个拜这种的图腾, 也牵涉另一个问题, 就是当这些欧洲的白人, 他们去到这个中南美洲的时候, 为什么虽然他们的科技是进和一点点, 但是为什么可以大量去屠杀了, 这些征服了, 这些在中南美洲的民族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在这些中南美洲的马雅的, 和其他这些民族里面, 它们有一个传说的, 就是古代, 其实它们是蒙昧无知, 但是一个白色的, 应该是白种人, 他们下来之后, 他们就是传授了很多的知识给他们, 包括是农耕, 譬如教他们种粟米, 譬如教他们有这个法律, 有社会的组织,有科技, 但是这些白色的人, 就是白皮肤的人, 接着他们就离开了, 他们也说, 他们迟些会再回来,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马雅的民族就相信了, 这些欧洲来的白人, 其实就是这些之前, 教识他们的知识的白种人, 再次回来, 所以就放下了那个方法, 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这个是古代马雅人的传说, 但是这个传说本身, 和我们在上一集讲到, 那个古代的文明, 尤其是一个中心, 一个超级文明的中心,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就是用来可以解释到, 譬如类似阿特曼大师, 其实他们崩溃了之后, 他们四散东西, 将他们的知识, 传授了给其他的民族, 所以这些民族, 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 但是他们就有这些传绝在这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古埃及的金字塔, 尽管那个形式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起码这个金字塔本身, 会不会是这些古代超级文明, 散落在不同地方的一个符号来呢? 那你也要讲, 其实即使在中国, 境内也都有这个金字塔的存在, 不只是局限在中南美洲和埃及, 甚至现在在说, 在印尼里面都找到一个金字塔, 但是这个金字塔是比较难确认的, 原因是怎样? 是因为它其实现在被一些外形掩盖了, 可能这些是泥土或者怎样, 形成了变成一个山, 但是经过了一个考国家的发现, 其实觉得下面原来有一个人作结构在里面, 这个结构是什么? 这个结构是金字塔的形式, 所以我们现在再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宽眼界就是, 我们其中一个要解释就是, 为什么在全世界里面, 有这些不同的金字塔, 这金字塔本身尽的形状未必完全相同, 但是会不会后面都有一定的关系呢? 所以这里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 都有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在这里,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一个比较全球性的角度去看, 但是现在这个全球性的角度, 我们去转型的话, 我们都要研究一下, 在金字塔下面, 其实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结构在这里, 而这些结构是方便我们去认识, 这个金字塔最重要的功能呢? 例如我们在讲柏林辉的金字塔, 原来下面它不只是有一个灵火在这里, 它下面还有引水道在这里, 引水道是一个网络来的, 但是由于我们又是无文字, 所以我们很难解释就是, 究竟引水道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搞国家的解释就是, 其实就是等于我们中国讲的黄泉, 它是引水道就是将皇帝的灵体, 不是肉体是灵体, 带领到一个地底的地方, 我们如果用中文去讲的就是冥界, 通常我们的冥界都讲在地底深入的地方, 而且是有水的, 但是这个解释可不可以令人满意呢? 我觉得未必, 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无文字的作证, 我们全凭这个想像力去做一些推测, 但是在这个金字塔里面, 我们讲的是, 埃及的金字塔里面,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想像, 有些科技的专家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能量的, 即是存能量的一个建筑系来的, 它不是一个灵墓, 它是透过一些古代的科技, 如果你像一个发动机那样, 如果你找到一个方法, 去令到它那个能量里面, 存起了, 跟着它发动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发动机来的, 那为什么会连记到,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地下的水, 而在埃及那个金字塔里面, 或者人面斯真像里面, 其实都有类似的, 这些可能是一些地下的管道, 我们现在不知里面是否有水, 或者曾经是否有水, 但是这些管道的功能, 是不是真的好像我们主流的, 即是考国学家那样去看呢, 如果是的话, 那个建筑物虽不可以做到这么精致呢, 古代的技术, 为什么又能够做到这些水平呢, 即是如果你归结这些情况, 我们可以有一个推算, 就是这些这样的制造, 即是它建造古代金字塔的科技, 我们今天已经流失了, 我们不知道它怎样做, 而实际上这些科技, 本身是超越了当时, 讲四五千年, 人类普遍的那个技术水平, 所以一定是其他人去教, 所以在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即是无论中南美洲, 或者埃及, 或者甚至其他地方的一些金字塔本身, 都是有一些我们现在解释不到的科技技术在里面, 那这些金字塔, 甚至包括在南极, 一些金字塔形状的一些山脈, 甚至在西藏那里, 江人波邪福, 波邪福, 这些都是一些类似金字塔, 而我们可以有一个想像就是, 其实这些尽管表面上是一些自然界形成, 但是是经过人工去改造过的, 而造成了金字塔, 如果我们能够发掘里面, 可能里面有一些人造的一些痕迹是留下的, 这个也可以讲, 比如说在冲城岛, 对出的这个羽纳海里面的羽纳国, 有同样的可能性在这里,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 我们要看这个, 在最新发现这个马亚古城里面的金字塔, 我们是要扩阔那个视野, 去问其中一个问题, 它跟其他的金字塔, 有没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在这里, 这是我们相信, 未来考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见。